台北市绿竹笋季正式登场 台北市产业局与台北市农会共同推广 特别邀请餐厅主厨黄景龙 与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副局长王三中 现场料理夏日鲜笋和风沙拉 这个绿竹笋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买回去之后呢 刚刚有讲用蒸的或者是用煮的都没关系 那再来就是一定要放冷才可以来做切割 放冷才可以做切割 那我这边先把绿竹笋的这个 这个头部的地方把它切开来 然后可以看一下割开 直接这样用圈来割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可以把整个绿竹笋的这个壳给它割下来 而且非常清脆 对对对而且里面水分真的是非常多汁 我们每天这些绿竹笋真的非常棒 那这边有一个非常嫩的地方 我把它切下来 我先帮副局长来做一个前置的动作 待会就是副局长你要来自己准备的这个刀工 那个外面有点皮 这个是要把它削掉 薄薄的就好了 削掉皮这样子 好 好 那再来呢 我们这里呢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来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天气很热 对不对 做一个河风沙拉 很简单 这个筍子撒好后 冰镇过后 它就很脆甜 那我这就让这个副局长 我们就把这个筍子啊 把它一切为二 好 对对 来这边刀子让你准备一下 谢谢 对一切为二 对好 小心切 好 对好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筍子里面一盒 它这个真的是非常 没有捧心哦 这个里面的这个纤维啊 是非常的细嫩 对 脆脆的 对非常的脆 如果说 比较不好的品质 这个中间会有一个木质化 就是都敏南说放鞋 才会有叉叉 对 你看我们这 台北市的这个筍子 真的有够漂亮 对不对 切下去 哇 还有那个微微发亮的 那个汤汁的感觉 好 这个绿珠筍到时候 就是切成这个块状 滾刀块就可以了 好 轻轻的切这样子 好 你看这切下去的时候 它感觉是非常的清脆 好 声音听起来非常的这个 甜美多姿的感觉 好 好 那这边一个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要麻烦副机长 这么甜美的台北市的绿珠筍 放到这个非常新鲜的这个沙拉上面 对 慢慢放 这个动作要捕捉一下 来 有时候在家里 就说 夏天啊 多吃蔬果是非常好 而且竹筍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纤维质 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维生素 对 就是你看看来就觉得 感觉很清爽的感觉 刚好伯伴长说 不要再用美乃滋了 这样吃起来说 它的营养热量就 就比较那个消耗比较大 那这边呢 调一个和风沙拉酱 那请副局长 你再把这个沙拉酱 把它淋在绿珠筍上面就可以了 对 淋在绿珠筍上面 你看这个夏日的一个鲜筍和风沙拉 就这么轻松就可以完成了 因为台北盆地的气候雨水和土壤 提供绿珠筍良好的生长环境 让种出来的绿珠筍特别鲜甜爽脆 今天准备很重要 就是这个外观 第一 可以出现白 要白 第二 要弯 为什么要弯 弯就才有肉 这准备不能太长 矮矮的胖胖的 这会漂亮 里面才没有空心 空心在三楼做凉拌子就可以扣 然后肥肥的 第一组 批起来有一个香蜜蜂蜂 很香的 如果放太久 还是浸泡水的 这个会变咖啡色 就是赫化 赫化就是已经开始在刮 如果把握这个三项原则 三四项的原则 大家准备的时候就这么漂亮 看起来真的很像牛角 还有一点很重要 你最好是买那种 新鲜现彩的 不要去买水 那个 也就是说买我们台北市本地出产的竹笋 那是最好的 最好是什么 不然洗水的 带土的 因为 一般的人做外行的 他也看不出来说 这鱿子到底是红蚝的 还是南部来浸泡水的 你看 新鲜材的竹笋 这笋尾 是尖尖的 笋尖尖尖 如果开刹 那个 那个尾巴头已经 看来好像快要烂掉了 因为他就是 孕敷过程 一直溃来溃去 挤压 他都变形 像这个你看 尖端还这么尖 这就是一点是新鲜的表征 尽量买代土的 如果真的 不知道去哪里买 花博农民市集 我都在那摆台 不见的 其他地方 树林也有 别的地方也有很多省笼 如果喜欢的 可以去那边买 如果我们我们地区 酒店 大家在我面前 那些品质很好 以前的 太多了 因为就买完了 这个东西非常珍贵 因为我们都是 早上清晨2点去采收 我们绝对没有 隔天的东西 早上2-3点 6-7点到你的市场 饭做给你 然后你带回去 不用什么特殊料理 洗到清洗 放在点沟 里面一杯水 外面一杯半 蒸熟就可以吃 你千万也要买沙拉 沙拉破坏了我们 台北市 跟木炸地区 这么优质的绿竹筍 为什么台北市的绿竹筍会比较好 是因为它的土质的关系 还有它的气候的条件 这个是中南部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嘛 所以不管它的日照的时间 或者是土质的这个松软度 还有雨水的供应 其实都符合绿竹筍很 优质绿竹筍很好的一个生长条件 所以我自己是南部的小孩 我小时候都去过绿竹筍 觉得绿竹筍很好吃 但是来台北以后 还是觉得台北的绿竹筍 是最好吃的 像水梨的口感 对…好像吃莱雅一样 有些人喜欢煮沾美乃滋 其实来行的人都直接吃 跟它来啊真的是好吃得不得了 希望大家市民大众 都有机会能够来享用到 台北市的绿竹筍 它每天早上温度很高 太阳很大 过了中午以后乌云密布 然后就下起西北雨 那早上高温多时 然后下午水分充足 那所以那个竹筍 产出来的个头都特别漂亮 特别柔韧 然后甜度也特别高 还有就是台北市的鲜筍的竞争力 就是因为 我们都是先踩上市 南部呢 它们是隔天的筍 所以我们占了很大的地利优势 加上先天条件又很特殊 所以我们的竹筍就是 只要买过的都会回头 就是非常的 品质非常的优异 你从各种比赛上面 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台北市出去外面比赛 都是名列前茅的 为了积极推广台北市绿竹筍 台北市产业局与台北市农会 共同举办绿竹筍季活动 推出了买损区和财损区 那台北市的部分来讲 主要的产区 是在木榨景美 四陵北头 跟南港松山地区 那台北地区 台北市的话实际上 在整个的沙石狼土的条件下 以及气候的一个优越 雨势 丰沛的一个条件下 所以生长出来的绿竹筍 相对于其他县市的绿竹筍 相对更加的清爽 跟那个谁 甘田 那所以以往的话 大部分都会在直接在 圆区 或者是说在市场 的部分来讲 就直接就被采买走了 那这一次的话 我们特别是希望能够继续的 推广给民众 那所以每年的产量96万斤 96万斤的部分来讲 我们特别是透过相对是方便 民众能够如何购买 以及如何能够在我们今天跟 黄景龙 黄主厨这边的餐厅 合作之下 能够看看这个如何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烹调的示范 的部分 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好朋友们 更加的喜爱 那同时间我们也安排了 有6个驱龙会 就是受理民众的报名 可以去参加报名 一日的损员的 游园 农游的 游园的一个活动 那相对透过游园的一个活动 农游的活动 相对可以透过采损 以及亲子DIY 跟带损回家的 这样一个亲身体验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台北市的小朋友们 甚至我们台北市民 更加的可以认识到 所谓的绿竹笋是长在哪里 以及绿竹笋 长的是什么样子 以及如何料理绿竹笋 大餐 他们有的小朋友还问我说 叔叔 那个竹笋 到底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地上 所以我们 我刚刚看了 我们那个里面有介绍 那个柴笋了 我是觉得那个非常有必要 现在小朋友很可怜 尤其疫情期间 连出门都没有机会 你整天在家里面 又没有地方可以跑 所以 欢迎市民朋友 有机会去我们农卫报名 然后 参加绿竹笋 一日农夫体验 好山好水 欢迎大家出来走走 不要整天乖在家里都冠闷了 台北市的绿竹笋 大概盛产期是6月到9月 所以这段时间是盛产 是最当季当令的一个绿竹笋 是最好吃的 因为台北的天气 因为是气候跟土质 还有雨量的关系 所以特别的鲜嫩 特别的好吃 这个是大家 几年来是 有目共睹 共同的评价 那现在如果要买绿竹笋的话 当然像木柵是很大宗的 所以在木柵农会的展示厅里面 都有在贩售 那另外就是从现在开始的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在我们的花博农民市集 也都可以买到 新鲜的台北市的绿竹笋 所以欢迎所有市民同朋友 消费大众 有兴趣很难得的 我们都到以上的几个地点去采购 木柵驱农会也特别 按台北农来餐厅主厨黄景龙师傅 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让民众有机会在餐厅品尝绿竹笋料理 今年的那个梅河木柵专业农 方士堂供应本市新鲜的绿竹笋 以农来餐厅 制作三道创育绿竹笋料理 夏日的鲜笋 儿风沙拉金沙利竹笋 笋香三杯鸡 今日由王山中副局长以本人见证 木柵驱农会 与黄景龙主厨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让民众自农来餐厅即可享用到台北市的那个 最顶级的绿竹笋料理 往年的话 其实真正要吃到台北市的绿竹笋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第一个是它的产量有限 而且说实在的 很多在山上采的绿竹笋 还没打到市場就都没完 所以我们要顾及很多的消费大众 希望能够跟餐厅合作 让他们也可以到餐厅去享用 台北新鲜好吃的绿竹笋 所以才要跟餐厅有一个合作的机制 就是要提供给消费大众 有吃绿竹笋的好地方 台北绿竹笋 在 好吃又好玩的绿竹笋记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红